好 大家有没有任何意见要发表 大家如果对文化有什么看法要发表 随便说 不要觉得太拒束 有没有 什么事 啊 怎么 文化和意思根本都是一些很有用的东西 大家觉得不能安静一点 同学 听我的这句话 其实这个文化跟历史是有关系的 就跟你出生一样嘛 对不对 你出生的时候跟你没有记忆的时候 你什么事情都不会记得 那在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 感觉到好奇呢 到底当时的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你知道这件事情了之后 对你又有什么影响 那就对了咯 所以我们说这个新商文化就是 华人文化的这个根源 当你了解了这个新商文化之后 这个中华文化自然而然呢 就会进入到你的生活 自然而然呢就会提升你的素质 还有你的生活方式 你们说对不对呢 同学们 你现在在南方知我们的故事 约定你咯 好像没有那感觉 你现在在南方知我们的故事 我们约定你咯 你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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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咯